经由陪伴与倾听 让部落长辈用简单的绘画拼贴 将过往的人生经历及回忆 融入创作之中 美和科大透过学生实习 将艺术辅聊课程带入部落 提升长者的自尊与信心 也留下美好的真实记忆 老人家对他们来讲 在文化的回顾里面 他们一方面需要的是身体的健康 一方面是需要心灵的滋润跟充实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实习之后的成果 那也是将他们把他们的计划 落实在老人家的生活里面 艺术辅聊是照护长者的一种新方式 来延缓身心功能的退化 成果展以收获技为主题 邀请长荣百合国小学童 与长者一起老幼共学 从文化学习的互动中 一起学习成长 以前要列人头 列人头的人才去带这个花花 不是以前我们是中文中的敌人 使他们能够更了解我们的文化 是这么的有美 让我们这个老人家也非常高兴 有着唱歌嘛 老人家唱歌也是一个 后年纪的一个庆典之一 很有教育的意义 不要让我们这个文化失传 母语还有歌谣 还有一些文化传统记忆 长者的歌声中伴随着孩童的嬉闹声 看似吵杂 却又协调的部落生活日常 长者的文化智慧 也在这样的老幼动静互动间传承 原是新闻歌手 听众马家采访